2月14日,美元指数小幅回落,但仍位于97关口上方 现报97.062,日内跌幅0.13%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月14日,星期四 投资者在等待中美贸易谈判结果 特朗普朱三表示,双方会谈进展顺利 此前,欧院区工业产值报告疲软 重新引发了市场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担忧 欧院区经济疲软给美元带来一定的支撑力 周四,投资者将重点关注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鉴于其影响力,预计将引发市场波动 美国1月整体CPI同比上涨1.6% 好于市场预期,但创2017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夜盘时段,澳元对美元盘中走强 会价限报0.7122 日内涨幅0.45% 由于中美贸易谈判有望达成协议 借澳大利亚经济数据不太可能推升降息预期 澳元似乎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美元对日元窄幅震荡 会价限报111.03 日内涨幅0.03% 受中美贸易局势乐观向好 避嫌情绪削弱导致日元走低 会价此前一度触距12月27日以来的最高点至 111.13 美波两油均延续涨势 美油线报每桶54.26美元 日内涨幅0.67% 波伦特原油线报每桶64.11美元 日内涨幅0.79% 中美贸易乐观谈判可能会改善全球经济前景 此外欧佩克加减产 美国对伊朗和维内瑞拉制裁都支撑油价 但美国原油库存攀升仍限制油价的上限空间 金价限报每盎司1308.81美元 日内涨幅0.19%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亚洲时段的消息 1月中国近出口增长超市场预期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布罗克朗辞职 英国都为外交官呼吁梅姨设法推迟脱欧 美俄外长通电话讨论双边和国际热点问题 美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两家实体和9名个人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场的观点 美国银行预计美国原油钻井数量将放缓 但产出下滑有限 大华银行预测下半年中美有望达成贸易协议 澳新银行则预测在1.0400做多澳元兑纽元 目标1.07 高盛预测澳洲联储最可能在2020年三季度开始加息 摩根市单力前展今晚21点30分 美国1月PPI数据 高盛CEO预测美国经济增长表现依旧稳健 以上为本期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